在大自然圆绿的山水景观环绕里 总面积70多公顷的绿世界 拥有38个不同主题的开放式观赏区 无论是一般游客或是学者专家 来过园区的访客们都一致赞同 绿世界是国际级的生态休闲园区 绿世界生态农场 位于离台北市一个小时的逐东北浦 在这里您不仅享受到户外的悠闲气氛 而园区内的各式超大型休闲空间 更是本着合家同乐的目的一点一滴营造出来的 访客们随意走着走着 都可以将园内五大主题区一个不漏的尽兴尤赏 同时这五大主题区也就是绿世界亚洲人的骄傲的由来 踏入园区首先投入您眼帘的就是天鹅湖 这里不但栖息着各种珍贵的台湾原生鸟类 也住着国外来的交客 绿世界里的每一只动物 每一天都在专业人员们的细心呵护下 让每一个小生命都能够平安地成长 茁壮 每个周末在动物剧场 欢迎您合家来共度一段欢乐时光 小朋友们都有机会来和绿世界里最美丽又风趣的小动物们 比一比谁聪明 大探奇区准备给您大宝眼福 在这里您可以看到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真情异寿 还有各种珍贵的奇花异草 在这里每个观赏区都是在精心策划 专业营造 呈现在您的眼前的成果 希望借此能够让您有迥然不同的感受 在令人惊艳的仙人掌公园里 展示着上千种绿世界收藏的仙人掌 其中许多均已超过一百年以上 亚马逊雨林区 收藏有来自亚马逊河流域的奇珍鱼类 哺乳类以及各类爬虫类 大多数的它们对亚洲的游客来说 还是很陌生的 水生植物公园 这里是亚洲最大的水生植物公园之一 本区共有五百余种珍贵的水生植物 在本区我们使用生态工法来做土壤的水土保持 以及营造景观 虽然这个方法非常的费时费力 不过能够将我们希望的景观营造出来 而且又完全不影响生态环境 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绿世界的专业人员自行研发出一套生态工法 是用土壤、小石子和可自行分解的材料来进行整地工程 同时也利用九穹木强而又有力 又生长快速的特性来保护土地 接下来透过小草、小昆虫和微生物的自然繁殖 大自然就自行开始它的人工式造景工程了 蝴蝶生态公园 这个巨大的温室里 在人造瀑布和潺潺流水的陪伴下 当您在花草繁茂的弯曲小径上走着走着的时候 一刹挪间突然深深体会到 为什么台湾有蝴蝶王国的美誉了 鸟类生态公园 上百种来自各国的鸟类 自由自在地飞翔在这个亚洲数一数二的模拟鸟类自然生态环境的横架式鸟园 在这座位于山腰上的棚架式鸟园 您可以自在地在各种鸟们之间慢行 同时您还可以在这里的丛林鸟园咖啡区 品尝一杯现煮的香醇咖啡 除了以上介绍的五大区之外 走累了 绿世界里还有分布在园区内的各个美食据点供您享用 中西餐饮 水果瓣 异国风味料理等等 此外 竹山茶园的清香好茶 或是百年古厕的客家雷茶 也都是您最佳选择 介绍到此 如果您还觉得意犹未尽的话 那我们还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就等您来认识 亚洲人真正的骄傲 绿世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